Hello 大家好 我是BagBag 今天和大家介绍这本书 真是大疯了 我也很久没试过看一本书 就是一开了这本书 我已经忍不住一页又一意 急不及待想看完 这本就是一本这样的书 今天和大家介绍这本书叫 Outlive 讲健康的 作者Peter Atiyan 这本书一出 已经在Amazon畅销榜 排行第一名 震惊各界的一本健康书籍 到今天为止这本书仍然没有繁体中文版 只有英文版 但当中提到有关健康的内容 我觉得是现在我们所有人 都应该要认清要知道的一件事 而我敢说这本书里面 提到有关健康的思维方式 是与过去很多本讲健康的书籍相比 这本书提到的概念都很耐心 我今天就会分享这本书的三个启发点 而正义的内容 我会放在早餐会会员那边 包括在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如何去饮食 如何去做运动 甚至是如何去睡觉 又或者是不同食物的成分 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会导致什么疾病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按下面的连续 继续会员去听完整本书 好事不疑 我们立即开始今集的内容 第一个启发点就是 我们要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 我们的健康寿命 这里就提到 其实我们现在的医学 只不过是着重去延长我们的生活寿命 即是我们的寿命 但是就没有好好地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医学 其实你是可能病到死死下 又或者是确诊了某些疾病 你才会去医的 又或者是不要说到什么疾病 可能你是做body check 那你会有什么不同的数值 他们一般都有个standard 只要你不过那个数值的话 你就当自己是没事了 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现在的医学 它只不过是在你病了之后 它尽一切努力去延长你的寿命 但是可能你由七十岁 去到八十岁的这段十年的时间 其实你的生活是又不健康 又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个意思就是 你有这个lifespan 你有这个寿命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寿命 就像我们常常说的 就是 哇 我不想那么长命 因为你长命 如果你都照顾不了自己 那我要那么长命 你干什么鬼呢 这个就是说现在的医学 作者称之为医学2.0 是做不到去帮助我们延长 我们的Health Span 第二个启发点 就是作者在这本书Focus说的 他提倡这个叫做 医学3.0 医学3.0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健康就像打仗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人的问题 就是你连对面 敌方站着什么人 你都没清楚 大家想象一下 现在你那边 站着的人就是 你有的资源就是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军队 而对面站着什么人 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有四个 书中称之为Full Horseman 四个骑士 分别就是 癌症 心血管疾病 脑神经退化 还有第二型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 而这四款的疾病 正正就是 令到我们的晚年 很痛苦 很坑坑的四大疾病 而这些慢性病 和一些急性病不同 急性病病的意思 就是譬如 你大家利是突然被车车死的 又或者是 别人一刀捅到你 你马上死的 这些就叫一些 急性导致死亡的事情 但是慢性病 tricky的位置就是 你不会看到的 你不会看到你体内的变化 譬如 你有心血管疾病 但是你有心血管疾病 其实 它可能在20年前 它已经在你的体内里 开始这件事 癌症也是一样的 你不会无端端有一天 就有癌症的 很可能就是因为 你过去10年 甚至20年做的一些习惯 而令到你今天有癌症 又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 也就是好像我刚刚所说 你今天去body track 你的指标没过那条线 但是不代表你是健康 而最难搞的就是 以上那4个敌人 他们不是独立存在的 你有一样东西 很可能你也会有另一样东西 举个例子 如果你经常都坐在那里 不动的 又吃很多垃圾食物 吃炸鸡 薯条 那你年纪越大 就会越来越肥 对不对 那你肥胖 又会增加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你肥得你又不做运动的话 那很可能你的心肺功能 也都不会很好了 你的身体又没有能力 去输送足够的氧气 去你身体全部的器官 那当你的大脑长时间不够氧气的时候 你的脑神经衰退的速度 也会变快 所以你看到吗 在这个case 你又有心血管疾病 你的脑又可能提早退化 而你肥又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所以你会看到这4个骑士 你对面站着的这4个敌人 其实他们是相呼应的 而你助长了其中一个的话 其他3个都只会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书里的后半部分 就是说到一些很实用 真的你看完之后 真的可以apply到日常生活中的 就是你怎样去吃 怎样去做运动 怎样去睡觉 不是你做运动就可以 是怎样做运动 又或者不是你睡觉就可以 是怎样去睡 在会员片那边就会说到 最后一个点就是 我很庆幸作者在这本书里有说到的 就是有关于精神疾病 我们刚刚说到 4个疾病是很可怕的 但是通常那4个疾病 你在很年轻的时候 都未必会有那些疾病 通常有上一年纪才会有4个疾病 但是精神疾病就不同了 就算你是18、22年 一些青少年 都可能会有精神疾病 而全世界被这些精神疾病 是仅次于一些意外事件之后 就是说我们常常都焦点在一些 真的一些确实的病 我们怎样去预防 怎样去治疗 但是精神疾病 其实都造成很多的人死亡 而这些死亡的人数 分分钟还要是很年轻 因为精神疾病 就没有年龄的限制了 那书里的作者最后一章 也都分享了一个 他自己很惨痛的故事 这个我就留在会员片那边说 但是他想说的话就是 如果你活得这么辛苦 你这么长命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作者出这本书 他想带出重点就是 不要觉得你的身体体肌肉没事就没事 因为我们的4个敌人 他们酝酿这个疾病的时间 是高达10年20年计的 而时间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敌人 所以我们就要趁自己 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要开始做好这个准备了 尽可能去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 令到我们的健康时间拉到最长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 这本书我真的很建议 很建议大家买一本来看看 这本书是真的会 改善你的生活的朋友 又或者可以参加我参加我参加会员 我未来会跟大家说完整本书 我是BaiBai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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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